词曲 李宗盛 请到深处死死牵挂 不知你是否能应答 一别多年你还好吗 时间总让我生起 那些曾经 历历在目有的伤心 幸好还能遇见你 忘了结局 不到最后不放弃 两个人的故事 结尾 不一样的滋味 谁能左右 对不对 两个人的开头很美 错过未必般配 也许是天生一对 也许是天生一对 我所说的 对公转账有难度 容易造成财务混乱 所以现金入账 简单直接 管一鹤呀 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我当然明白老大的想法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其实我真的很感激 丰盛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 不管我以后去哪儿就职 我以我的人格 和我的职业操守保证 我绝对不会出卖丰盛 半点机密消息 这三百万 就当是我用来 买回我的自由 我也明白这是公司的规定 我不想你为难 一鹤 你在公司做出了 那么多优秀的成绩 你现在却要走 你觉得值不值啊 崔总 当有一天 你知道我离开的原因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这一切都值 因为我所得到的 远远超过 这三百万 真赔了三百万 全是献金 数了三遍呢 你说管总可真行 他怎么想的你说 是啊 你这么知道 Rock的名字 我你还没有 你还没合一 mira 你不够 你还没有合一 就当给自己买个自由吧 就算走 你也得说清楚 那天为什么打我 那天喝多了 有点冲动 对不起啊 过去了 过去就翻篇了 说了 说什么 福尔摩斯曾经说过 排除一切不可能的 剩下的哪怕再不可能 它也是事情的真相 你说现在市场环境也不理想 没有比丰盛更稳妥的船了 你又不创业 我说你怎么想的 放着诺亚方舟不做 到大风大浪里折腾去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个人原因 细节不能跟你说 你说你是不是看上王月月了 赵金子肯定是赵金子 我是有喜欢的女孩 但不是她 你也别瞎猜了好吗 那我就不明白了 这赵金子追你的事 整个丰盛都知道 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还不趁她年轻犯二喜欢大叔 好好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拿到人生快车 头等仓的入手卷 甭管是生生果业的平台 还是年轻貌美的妻子 这都不是什么人生理想了 好运真砸到头上 你可千万别拒绝 问你个问题 如果有两个女孩 一个是你爱的 但是你要为这份爱付出很多 另外一个是爱你的 但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会怎么选 爱我呀 这感觉这东西是可以 慢慢培养的吗 我就一定会选一个我爱的 爱是需要付出 才会有满足感 难道像你说 如果感觉是可以培养的 那这丰盛 也有不少女孩子 喜欢你爱你吧 然后哪个是你能 培养出感情来的 不爱就是不爱 我才不会傻到 花时间去培养一个恋爱对象 来剥夺我的自由 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太高了 有很多事情 你只要付出 就一定会有回报 但实际上 那些最美好 最有趣 最有意义的事 往往是那些 你付出了 却不一定有回报 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 用结果和成本来承担吗 这姑娘真厉害 我是没见过她 但是我此时此刻 非常地佩服她 她能把那么在乎 投入和产出比的管一贺 变成如今这个德行 这事总算是了结了 今天我在公司一整天 都提心吊胆的 我就怕同事们发现 是我害得丰盛失去了你 我们都知道了 这事已经过去了 这什么呀 我没关门吗 妈 是你们回来了 吓一跳 我刚才去倒垃圾去了 你说你们俩 怎么回来这么晚 谁怀孕的天天这么折腾 一鹤 一鹤 妈把书房都收拾出来了 你给我最后一个答复 到底用不用 我搬过来照顾你们呀 不用了 你说用不用啊 你个大老爷们 你不怀孕你不知道累 现在小白身边啊 是最需要人的时候 你看这些画 还有那边 还有你的卧室 我都给你填满了 现在多看这些可爱的小宝宝啊 将来硬能生个漂亮的孩子 你妈妈不在身边 我把你当做自己的闺女一样 所以啊 饮食起居 我都得照顾到 妈 我都行 看您高兴 我高兴 我高兴 我高兴什么呀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 还不会照顾自己 还得让妈呀 来再操这份心 哎呀 当妈的苦喽 明天啊还得过来给你当老妈子 我收拾吧 一鹤 你这就算是正式辞职了 对 王总那边已经叫我过去了 那那钱呢 那丰盛公司不是让你赔钱吗 不是 你别说 小白 你老实跟妈说 一鹤这次离职 真的没有自己赔钱 真的没有自己赔钱 妈 确实没有 都是王总帮一鹤赔的 你没骗我 没有 哎呀妈您放心就好了 王总都会帮一鹤搞定的 是啊妈 我说过了没事 没事不用担心 你给我吧 不用不用不用 这些都交给妈了 你们俩都累了去去去 都都都都去休息去 走吧走吧走吧 谢谢妈 行走吧 好险啊刚才 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我们自己垫了三百万 等我去会友入职了 等王总把那个钱垫了 这个事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妈要是搬过来了 那以后就得住一起了 我心里 有点紧张 这段时间 她每天都往这儿跑 连自己社区的活动都没参与 可能是无聊了 想找点事情干 不过这样也好啊 有她照顾你 我也放心 其实我不是不愿意妈搬过来 我就是害怕 处理不好婆媳关系 你不是之前看过很多 关于婆媳关系的文章吗 放心吧还有我呢 我一定会站在老婆这边的 这话不能这么说 你要是站在我这边了 咱妈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呀 所以要麻烦你一下 坐墙头草了 那我岂不是很惨 被自己老婆吹得死死了 你有意见吗 这么可爱的老婆 怎么疼都不可以 放心 我也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我上次还看到一篇文章说 婚姻里面 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形状 那我们要做三角形里面 最好的等腰三角形 而且还要做最恩爱的等腰三角形 你 花醒日记者 妈还在外面呢 妈不是在做饭吗 爸 你在家好吗 妈 咖啡 我想你了 靠靠靠靠 爸 我想你了 就这样吧 爸 忙呢 我 想你了呗 对 那个我想起个事 就我最近那个信用卡 就用不了了 真 真是你给停了 停什么 爸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 别人的父母在孩子 刚步入社会的时候 都会给他钱支持一下吧 你就知道相亲 不是 爸 我在你眼里 是不是就那种 在家靠老爸 未 未来靠老公的废物啊 你也让我回去 也不是没有办法呀 除非你把管一鹤 弄到你公司去上班 那算 我还就非要在深圳 混出个样子给你看 不靠你 下个月我还给你寄生活费呢 好嘞 赵小姐 喂 你好 安静多叶 那刘小姐 我再和您去看一下 我就给您刷六百个房子 都要出生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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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方便有了 一套是 行行行行 那咱们就赶紧见 好好好 装备 装备我当然想要了 是 但我也买不起呀 等我再卖出一套房子吧 好的 我作为奖励自己 我考虑考虑 好吧 您好 我有业务 我打扰跟你说啊 您好 您好 没事 你们先忙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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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什么需求 我想看看房子 您要买房是吧 对 您想要什么样的 那我得看看什么户型啊 行 您坐这儿 您坐这儿 来来来 好 您看这套房 这套房子真特别好 今天早上刚出来的新房源 一提两过 我给你买了 这个小区 我上个月刚交了一套七百万 房源秒光 对对对 哥 您今天真是来着了 运气好 就这小区啊 昨天还没房源呢 今天一下出了三套 对对 您现在要想看 我马上给您约 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我的预算在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你说你们给我介绍这么多豪宅干吗 哥 那您看看这套 这套 今天早上啊 这户主特意打电话过来 降了五十万呢 这套现在只卖四百五十万 这可是之前卖五百万的房子 您看看 这房子特别好 不是 昨天我来的时候 你们同事说 这里不是没有房源吗 怎么今天一下子冒出这么多 这 是不是你们合伙给我布了什么局啊 这哪能啊 你到底买不买呀 你要不买就先让我买吧 那个 张鞋姐 您怎么来了 来买房啊 看早上新闻了吗 大熊是要来了 是吧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真是要买房子好时候了 今天也看这个新闻了 确实是 好房子快给我看看呢 小姑娘 说得挺好啊 那这房子来给你吧 刷卡还是现金啊 我跟你说啊 要想做一个好托 最起码学会基本的金融常识啊 不然的话 你说这托做的是不是有点弱智啊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所以啊我跟你们说 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 经济危机 咱们这要把房子卖了 认为中国经济也完了 楼树要崩盘了 赶紧把房子卖了变现吧 这才是瞎慌哭 你知道吧 叔叔说得真好啊 我们简直是 受益匪浅啊 别别别 我干脆这样吧 我把您说的话呀 拿手机给录下来 好不好 回去我再边听边学习 别别别别录了啊 你们那就仔细听就行了啊 肯定对你们将来的工作 会有所帮助 是吧 是是是 那要是按照您这个 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别人卖房的时候 不就是您抄底的时候吗 对 那我建议您多买几套小的 那谁 您不是三百到五百万的预算吗 你把这份钱啊撇成两份 做两笔首付 就买小固形 是吧 到时候您想出手的时候 也好卖呀 对不对 就像我们这小年轻 刚步入社会 要买房也没钱呀 就只能买小固形 而且您还是深圳户口吧 对 您要是跟父母两个户口本 您分分钟钟 能拿下两套房子 多好呀 小姑娘 你说的挺有道理啊 来 这边请 好 那个房子就在前面 我直接带您过去看吧 这边咱可以看看这个 小区的绿化 这小区绿化做得非常好 整个空气也非常清新 大哥 您刚才那房子还满意吗 还挺好 然后还有健身房 游泳池 然后物业服务也非常到位 基本上您不出这个小区 日常生活都能解决 停车位进吗 停车位还好 如果您买房子 给您配套一个停车位 然后每月交租金就可以 也可以直接买 有不同选择给您选择 有能力挺强啊 谢谢 担当您的需求吧 那咱们就随时联系 您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您慢走 好嘞好嘞 你们送送 再见啊 行行 这边 到这儿吧 到这儿 我说你可以啊 人家本来要买一套改善型的 那让你给推销成两套小区行 这样咱俩工作上了 我这佣金能多赚好几万呢 不是我行 是你没看出来吗 多一百万对人家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事 这种大叔啊 跟我爸犯的就是同一种毛病 他们就特别需要崇拜者 喜欢别人聆听他们讲的 那些大道理经验 所以啊 你就得捧着他 夸赞他 你越是认同他的那些理论 就等于认同了他成功的一生 行了 啥也别说了 为了报答你 就你那套装备 我多出百分之十的价格 我买的 可我现在不想卖了 对啊 卖东西只能顶一时 我还是得靠自己的真本事吃饭呀 我想 就 就像你这种 你们这儿还有没有这种 置业经理啥的 我也想试试 啥置业经理呀 其实就是销售 你说你一千金打小姐 你来干这干吗呀 你像刚刚在这儿动动嘴鼻子还行 你要是陪客户看房 跑贷款 住建委排队 那都风里来雨里去的 都是体力活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嘛 我真的想试试 那 我现在很需要一份工作 真的 我不想成天再这么瞎晃悠 一事无成 究竟呀 我现在迷远离 Lastly 是谁的 我之前还一直以为 丰盛是个铁饭碗呢 哪有什么铁饭碗 没准过两天 买点张就辞职回家 带孩子去了 总是要围着家庭转的 医生 我们家小白 他怀孕了 他现在吃什么吐什么 你说该怎么办呢 他现在不能见鲜艳的东西 不能闻油烟味 现在是连喝水他都吐 他吐也让他坚持吃 是 是 你告诉我 有没有什么 运不能吃的 那什么营养的 什么营养餐之类的东西 你给我介绍几个呗 多吃萝卜 多吃蔬菜 生小白兔了 是这样 因为我还没有收到 王总给我回复的邮件 对 要不我把邮箱再发一 行 好的 好的 那我就等他电话吧 谢谢 好 谢谢 这老话都说了 不见兔子不撒鹰 你说现在可好了 匆匆忙忙的把工作给辞了 人家那边还没给你挪出地儿来 一鹤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不用担心 不好意思 那个老总这几天 刚好全家旅游去了 没事 喂 赵总 行 你说 实在抱歉 我真的去不了了 因为一些个人原因 真的不好意思 行 你说 精神 明白 明白 没事 这事你不用管了 交给我吧 我帮你处理好 小事 不用谢 好 再见 拜拜 尼赫 没出什么事吧 妈 没事 是 之前让刘夏帮忙 照顾那个湖南女孩 她非要留在深圳创业 现在她爸呢 就把她的生活费断了 但突然间 又怕那个女孩想通了 最后连回家的 机票钱都没有 她现在就想把钱给我 用我的名义呢 把钱借给她 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哥 我觉得她一时半会儿 回不去的呀 还有这些 那天莫名其妙 跟我谈成一单子 现在已经入职了 行 那就以我名 一些借她五千呗 我不说你给她 我一会儿过来 行行 好 你放心吧 放心 这样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劝她买机票 赶紧回家去 她来了 我不跟你说了 拜拜哥 怎么样 我跟你说那事 你那钱能借我吗 能啊 就先借你五千呗 够意思 等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行 哎呦 千万别跟你哥说 我还要点脸 回头钱直接打我卡里就行了 那我云闪付转你呗 多方便啊 别啊 那是不是要手续费啊 就打卡里 我现在穷的 一点现金都没了 你还挺会算 云闪付安全便接 还不用手续费 你不会还没注册吧 那我就不管了 那是你的事 谢了啊 哥们 你会不会迟到啊 你会不会迟到啊 待会儿玛丽找你呢 就说你上厕所 或者吃饭就 赶紧给你打电话 对吗 哎呦 我婆婆搬过来了 老年人你懂的 对孕妇都是重点监管 别说加班了 工作都恨不得让我辞了 来 玛丽要的资料 我婆婆搬过来了 对吗 我婆婆搬过来了 水银都是你的邮箱 她肯定会满意的 以后还有什么不会的 全包我身上 靠谱 下了 拜拜 早点回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 我正好有事请教你 玛丽要我 把欧美各大投行 对这次股市波动的分析 做个资料报告 我 好 我看看 做得不错呀 给我付一份呗 好 是不是出来走走挺好的 所以说 这时间 它就像那个海绵里的水 一挤挤它就会有的 再说你说 你那个总加班 那说明什么呀 那说明你效率不高 那老板他也会嫌弃的 你看看 你现在说不加班 那不就能不加班吗 妈 其实我工作不累的 在办公室也是坐着 我是怀孕 又不是生辈呢 那个办公室 它服饰太大了 你说那什么电视机 电话的什么复印机那些 那跟着那个原子弹 那是一个性质的 对了 那个防辐射服你们买了吗 妈 专家都辟谣了 而且自然界中充满了辐射 那个什么花呀草呀 石头呀都有辐射 别给我这样了 能防多少是多少 你你你喝这个 等等妈 喂 喂 姐 月月 我跟您说个事啊 怎么了 那份资料高山也想要 先不要给她 虽然不是什么机密 但好歹也是一份分析 现在玛丽和她们 视同水火 要是让玛丽知道了 她肯定要给你穿小鞋的 来来来来 给我给我 妈 我还没打完 坐下来 我知道你没打完 你你你再这么说 这么说 她能听见的 不行 说吧说吧 我给你挡着 快 快说 月月 你听得见吗 可是我已经给她了呀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到时候要是玛丽知道了 你想要怎么应对吧 先这样啊 那我先挂了 好吧 这个电话是有辐射的 你不能老打电话 离那么近 好 去去了 是 妈 你过过那边去 你离我们孩子远点 这都是有辐射的 这我们孩子 怎么这么不注意呢 现在是上别墙 你想帮帮帮她 你帮哪儿帮她 别说话 别着急 让我自己来 笨色 你看 这技术行不行 你能看不见是吧 金子 金子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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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个事 那个什么 就我 我借你那个钱 等我有钱了就还你 我给你利息 你手里还有钱是吧 没能花完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钱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钱了 没 没 没什么 就问问 问问 我是没钱了 转给我爸了 понялú 省得奖喽以为 我在身上不务正业 我还点钱给他 buat flower 让他也放心了 死了 我这不是自食其粒了吗 你其实回去 也没什么不好的嘛 是不是 不是 那钱买机票不也够吗 那五千块钱 是管一鹤给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他肯定是他不放心我 然后让你把钱给的我 我多聪明啊 你又不认识我吧 你怎么可能跑来问我 是不是没钱了 那肯定是管一鹤找的你 那管一鹤找的你 谁又找的管一鹤呢 肯定是我爸呀 是这意思吧 你说那么绕 我都跟不上你了 那反正你都猜出来是你爸 要不你就回去 我不管 反正管一鹤就是在乎我 我等了 谢谢 自作多情的人 怎么样 睡着了 昨天一想到吃这口 我一整夜都没睡 为老婆大人服务 这是我的荣幸 慢慢吃别着急 这全是你的啊 你快点吃吧 小声点被我妈发现 又得说我们了 对 我现在干什么都高度紧张 都得之前想一想 怕咱妈有意见 别说是你的 我也舍不了 习惯一个人住那么多年 突然间有一种 回路再造的感觉 比高考那种很累 我吃好香啊 要不要吃 嗯 我吃这个 好 你说 如果没有你妈 我们能不能做好 这个工作 什么工作 就是怀孕生孩子 带孩子的工作 别人都是这么过的 怎么可能 都像我们这样吧 我知道了有一些 还找家里的老人来帮忙 还有一些孕妇呢 就是全职在家里养胎 请保姆呢 保姆也不是那么好选 我们过我的朋友 他们都说 就算你请保姆了 最好也得有个老人家 在家里看着 毕竟外人呢 肯定没有自己家的老人 那么可靠 你说 我这么分析对不对 你妈把我 怀孕生孩子这个事 当成了一个项目 她是项目经理的角色 但是呢 如果你想 全丰盛只有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就会用上 所有的经历和人员去做 所以啊 你妈才二十四个小时 全天厚地盯着咱们 我妈为了照顾你 简直是全心全意了 连她这我也倒霉 那我们就绝对 不能让她把所有的经历 都花费在我们身上 得给她多找几个项目 不能让她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要当理 这篮子也受不了呀 赶紧的走吧 我们接小白去 妈 小白刚来电话 说还有点事 让我们晚一个小时出发 对了 妈 正好 有件事我想 麻烦你帮我一下 什么事啊 就是我跟小白的婚礼 想请你帮我们操办 毛费这事都快急死了 你说饭店得定吧 这个情愿得写吧 还有这礼服得试吧 那个婚礼上那个婚纱照 那也得拍一套啊 你要说给小白一个惊喜 妈都不敢问你 我最近一直在打听 这个饭店的事 这饭店啊 得提前半年订才行 妈 这个不用担心 饭店我们已经订好了 现在就是婚纱 勤结 那些琐碎的事情 这个大方向都订得差不多了 其他就麻烦你 帮我们跑一趟了 早这样多好呀 害得妈干着急 这都是大事 不能只偷了惊喜和刺激了 还是稳妥得要好 这也可以啊 那是淘宝 淘宝你的 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不好 这些都是新编的 这挺新鲜的 还戴着耳机跳舞 小白特意认出我 说要给你介绍新朋友 真的 阿姨 妈 这是公园西洋梦舞蹈队的贾老师 贾老师 这是我妈 我怀孕的这段日子 她过来照顾我 她之前一直是南城舞蹈队的骨干 还会编舞 太好了 你会编舞啊 之前学过 我们西洋梦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们总跳不过颜田 跳舞 编舞 我从来都没学过 不过呢 我就是聪明 在网上看别人跳过 我都能改进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每天晚间看完新闻联播 就几何下来跳舞 白天我们领导小组 到每个成员家去组织会编 明天上午你能来吗 这个 我最近是挺多的 这个时间上 不知道能不能配合 不过呢 我尽量吧 咱们切磋 切磋 那可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些东西啊 怀孕都不能用了 估计等生完孩子 又顾不上用了 我微信里的代购 都被我打入了老公 正好省钱了 最近我化的妆都是淡妆 玛丽都有意见了 是吗 为什么 看不出来跟以前 有什么分别 是啊 老婆娶回家了 长什么样就不重要了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老婆图什么都好看 怎么样都美 你觉得 我会信一个 连口红色号都分辨不出来的 直男的话吗 那是不是 要我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给你看 你 我跟你说正式啊 月月推荐了我一款婚纱 我给你看了 在这儿呢 你看啊 你建这个群干吗呀 这群一共就四个人 我们俩肯定不会群聊 那平时就是你妈 和我妈讲话 还不得打起来呀 不会 为了让我妈有事情干呢 我已经把筹备婚礼的任务 交给她了 你把婚礼交给她了 你不是说你负责的吗 我负责 我妈就负责跑跑腿 分散她的精力 我过两天就找两家 最好的婚庆公司 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 梦幻般的婚礼 放心吧 但是婚庆公司也是执行 委托人的意见的 那你妈妈会 我妈知道我们想要办的是 西式婚礼 我 喂 妈 小白啊 你婆婆说你把婚礼 都委托她去办了 婚礼啊 对 因为我俩都忙 就先交给婆婆了 婚礼的事啊看上去简单 其实特别的琐碎 样样都得操心 你 你觉得她能行吗 妈 你等一下 喂 小白 你妈是不是已经睡了 我这卫星威她她也不回 好多事婚礼上的事 都要跟她商量呢 妈 我先打电话呢 一会儿再说 这电话是有辐射的 不能离得那么近 好了 我知道了妈 我就一会儿马上啊 对啊 妈 就是咱俩打电话呢 这咱俩 小白啊 婚礼啊 这么大的事 亲戚朋友啊 都从大老远赶过来 我们要办得讲究 体面 你说你们两个年轻人都不管 就交给她 那能行吗 这不我们俩最近都挺忙的吗 那一鹤呢 她辞职了吗 小白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呼噜我 我之前都跟你说了那么多了 人不能没有底线 知道吗 你现在把这件事 委托给她去做了 以后 她就会对你的人生大包大揽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 在她面前说过一个不字 妈 我知道了 你呀 必须得学会说不字 婚姻的底线 女人必须得守住 不过 这是一家人过日子呢 那能分得这么轻啊 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 妈教你的那些事 你都忘了吗 没忘没忘 不过 她也是一片好心 我总不能搏了 我婆婆的面子吧 妈的身体啊 也好得差不多了 你想妈去深圳给你坐镇 那多有主心骨啊 多贴心啊 对不对啊 我问你啊 深圳那房子你还空着呢吗 好了 妈 那个 我这边自己能行 我先休息了啊 你也早点睡 这孩子 婚姻大事不能省 气死我了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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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手机上看到 又便宜又漂亮的婚纱 你快出来看看 快出来看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妈 手心手背都是妈 怎么办 给你的 给我的 嗯 谢谢 这么多呢 我这个可好用了 折的给我啊 都给你 之前没想到我怀孕了 囤了不少好祸 谢了 这是你要的 姐啊 你婆婆管这么严啊 这不准吃那不准吃的 那能怎么办啊 毕竟已经是一家人了 总得做点妥协 再说管一鹤 比我牺牲的更大 说的也是 我姐夫呢 为了家庭离开丰盛 想想的赔了那三百万 顿时觉得 你的牺牲是可以接受的 眼下最重要的是 怎么让公司 因为衣柜里面 现在A型的剪型的外套 也撑不了几天了 只早得去人市打招呼 这准身账总得办吧 何况 我觉得一鹤最近有点 难不成他想逃活啊 什么呀 我觉得 可能是一鹤的人生 都太过一帆风顺了 离职是他人生中的大事 他似乎过于想证明 自己离开会更好 最近有点沉迷于大场面 隆重退场上 是什么的 恨不得一鹤特效 自带背景音乐 就像上次他拎着钱 去找崔总 我担心 管一鹤这次换工作 可能 没那么顺利 这么久都没有入职了 不会的 你别想太多了姐 行了 好 谢谢你的礼物了 还有你这个小东西又 还没有出生 就知道照顾小姨了 要保佑小姨像你妈一样 嫁个好老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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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了 嗯 那干嘛啊 完了 啊 一会儿 第二个人 一会儿 啊 让我好好睡一觉 那能不隆重啊 各自照耀每一种 将把灵魂牵动 时光太匆匆 我遗忘了沉默 最后爱情总是太沉默 归于平淡生活 我以为我们都懂 形容那份平淡的沉重 再多一些宽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会不同 过往的岁月不停翻涌 想要填满黑夜的空洞 也许曾未发觉有些感同 让我不经意见忘了伤痛 让我落泪时空 也仍有笑容 我相信我们会懂 心中那份平淡的沉重 若再多一些宽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会不同 过往的岁月不停翻涌 想要填满黑夜的空洞 填满那份平淡的沉重 所以爱过之后 知情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